就是三年前 鄭元昌跟陳妍希 合資1200萬的義式餐廳 開店時的熱鬧場景 當時港新潤達華 還特別現身力挺 非常非常喜歡吃義大利料理 是我最喜歡的一種料理 然後我就問小眾說 那你要投資的是 什麼樣子的料理 他就說是義大利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命中注定的 我負責的部分其實就是吃 就是把東西吃光光 愛吃的陳妍希以及鄭元昌 雙心一起開店 吸引不少粉絲跟藝人 前來捧場 不過三年過去 小眾20號卻在臉書上 感性告別 說最後一次踏入店裡 有點依依不捨 這三年多完成我的夢想 因為租約即將到期 我們決定讓餐廳急流永退 一元光光的名店 在8月底要來收攤 這個消息披露的當天 剛好是遇到了公休日 也預告了8月之後的 關鍵感覺 因為那個房租還是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想過來看一下 就沒有開一次 對 像好吃葉西部 也是跟他一起開的嘛 對於餐廳忽然歇業 不只附近民眾 連北京粉絲都很意外 根據了解 仍挨入四段的巷弄租金 這三年沒有太大起伏 所以應該不是租金問題收攤 有時候廚師店長不在 廚師比較 水準沒有把握得那麼好 消費過的鄰居說 廚師手藝時好時壞 加上價位偏高 會不會因此影響業績 被經紀人否認 不過愛吃的鄭元昌 也說未來會再相遇 有沒有可能再開店 粉絲們可以期待 記者文凱成 賴思豪 台北採訪報導